郭文貴議員 當中包括七男、四女,年齡是十五至五十三歲 其中十一宗個案裏有十宗輸入性個案 一宗暫時列為本地源頭不明個案 那個源頭不明個案的個案編號是一一九三七 十宗輸入性個案裏有八宗是英國渡港人士 包括兩宗是6月30日坐CX252渡港人士 三宗是6月30日坐BA031渡港人士 另外一宗是VS206都是6月30日渡港 另外有一宗是由英國經荷蘭坐KL819是6月30日渡港 這七宗個案都是由L452R 另外還有一宗是英國渡港人士 是6月28日的 是第三天在酒店的樣本 這個變種的化驗還在做 另外除了那八宗英國渡港人士 還有一宗是印尼渡港人士 是第十二天的樣本 是6月19日坐CX2780渡港的 這個也是大L452R 最後一宗是由俄國 經土耳其渡港的 是坐在檢疫中心送院的 檢疫中心確診的人士 坐TK083都是6月29日到港的 這個也是大L452R的 總共就是那十宗輸入症個案 有九宗是大L452R 一宗是未做到的 另外有一宗是暫定本地確診個案 就是11937 都是大L452R的 那總共來說 現在就會有160宗 即是我們確診個案 是有L452R的變種 其中就59宗 已經做到是Delta的 那現在那個暫定本地 沒有源頭的個案 就是一個41歲的女士 那她就和三位家人 就住在香港仔利港中心 那她就一直都沒有病徵的 是6月30日就是經酒店的員工 定期的檢測 就樣本是初步陽性 那昨晚我們衛生防護中心的 發驗所都是確診了的 那是和帶L452R的變異病毒株 那而M01Y和E484都是陰性的 那她近期就沒有外入了 那主要呢 就是在幾道工作幾道地方工作 那就是在油麻地的永昇里5號 的紅茶館酒店 在一個指定的檢疫酒店那裡 就是做兼職的清潔員 那她最後一天上班的時間是7月1號 那除了這個地方 她都在鴨味州的灌蘭軒 和淺水灣南灣道的12A號2號的 兼職的清潔工作 那她最後一天上班 就在灌蘭軒 就是6月27號 在這個南灣道就是6月29號 那她是那個油麻地的紅茶館酒店 是一個指定的檢疫酒店 那其實就最近都是有一個確診個案 那其實就是最近兩個月左右 都是這個確診個案 那那個確診個案是11920 那她就是在印尼道 香港人的外容 那她就是住了在其中一間房 就在6月20至27號在那裡住的 那27號就送院 那個個案也是帶L452R的變種病毒株 那那間房 即她離開了之後 就一直沒有第二個病人住過 即第二個客人住過 那間房就在29號 就是有一個承犯商就幫她們做了一些消毒 那30號就是這位我們現在的確診人士 就去做清潔的 那她就早上就是做到幾間房清潔 最後那間房就是這間房 那她做完清潔大概12點左右 那她隨即就是換完衣服之後 清潔了之後 就去了這個丫打街的流動採陽站 就拿樣本檢測 那這個樣本就是一個陽性的樣本 那她就除了和家人一起住 那她在6月30至6月27號都有和一些朋友 就是打過麻將 都是有一些朋友就需要接受檢疫 那那裏就是她們打麻將的地方 是香港仔港富國 香港仔中心港富國 另外她都試過在6月26日 陪個小朋友去香港仔大道的海豐華軒那裏 都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那因為她帶有變異病毒株 那傳影潛免性就會高一些 所以我們都是謹慎 那在這個昨晚 在香港仔利港中心 都做了限制及檢疫通告 宣告 那在同一個大廈的所有住客 都是做了檢測的 那據我所知 應該有580多位的人士做了檢測 那現在都是陰性的 那當然她們 就是由病人確診日 當日算起的第三日 第七日 第十二日和第十九日 都是要繼續做這個強制檢測的 那另外就是病人的工作場所 和她去過在前伏期 或者傳影期去過9度的地方 就昨晚都已經是 立入這個強制檢測的通告 那就是需要在指定的時間 曾經逗留過那些地方的人士 都是需要在這幾天 就是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那現在她去吃飯 或者她自己接觸的家人 就大概接觸者 就是有21位 我們暫時找到 那另外也有21位 是她家人 即是那三位家人 一些緊密接觸者 那些人都會給一個 短的檢疫通告 就是叫她們住進去檢疫中心 三天就等候一個檢測 以後才放出來 那另外她兩個小朋友 就是在比利羅市女子中學 和英王書院分別上學 那兩家學校都暫時叫她們 停一停做消毒 那她另外一個 就是先生 就是在東華三院 塞馬會復康中心的行政辦事處 那裏做文職的 那她最後一天上班 是6月30日 那她在6月25日 也有做定期的檢測 都是陰性的 那她就不需要接觸 那些病人 或者其他的家人 還有這位人士 也有打過一針的 Beyond Tech 是6月25日的時候 那這位人士 已經入了醫院 那她其實就 入了醫管局的醫院之後 就做了兩次的病毒檢測 那入了醫院之後 都是陰性的 那她是在 以及抗體都是陰性的 我們都想知道究竟會不會有其他原因 解釋它有一個陽性的報告 所以袁國勇醫生、教授和我們的同事 現在都去了檢疫酒店 做一些調查和環境的樣本調查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的發現 或者可以解釋到它有一個陽性的樣本 還是L452R的病毒株帶到 在這一刻來說 我們都暫時當作一個確診個案 因為跟我們以往的做法 它有一個本身的病毒是陽性 加上它在我們衛生防護中心的發現所 都是一個確診的 它的基因分析 會不會跟之前的輸入性個案有相關 這些都是在做的 那些都需要一些時間 其實都講一講 這個L452R都可能是有機會是Delta 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變異病毒 在全世界來說 就已經蔓延了96個國家 根據世衛的報告 這個病毒株如果真的是Delta的話 應該是傳染性比之前的病毒株 就算是Alpha也是高的 現在可能會是一個主要的病毒株 在未來的那些月份 我們知道有些英國 特別是英國或其他國家的研究 Beyond Tech的疫苗 都是非常有效的 對於這個病毒變異株 至少都有80%左右 就是88%左右 有些研究就是說 對於有效性 對於有沒有病徵那樣東西 所以都是希望市民 就盡快在這個Delta 未來到香港 或者是整個社會蔓延的時候 就盡快打針 特別是一些高危的人士 有機會接觸確診人士 或者那些環境的人士 更加需要早點打針 我們都見到 最近都是有一些假期 或者大家可能都覺得 社區好像不是太多個案 有些時候都見到 大家可能對於戴口罩 或者洗手這方面 都可能有點鬆懈 可能大家都是要緊張的 例如戴口罩前後就要洗手 平時不是一些吃飯 或者必須要脫口罩的時間 都盡量戴口罩 我今天說的是這麼多 好 現在請何醫生 幫我們回報一下醫管局方面情況 好 大家好 自至今早九點鐘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 醫管局的系統一共情報了六宗個案 我們有兩名確診的病人 就康復出院 至今我們有11,633位病人 康復出院 自至今早九點鐘 我們仍然有50位確診的病人 分別在我們11間公立醫院 和北大嶼山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導流醫 其中一人情況危殆 一人情況嚴重 另外48位病人情況穩定 我們富額病床的數目 是1,113張 我們使用量是52% 至於富額病房是619間 使用量是60% 另外也想跟大家報告 我們個人防護裝備最新的庫存量 我們外科口罩的數量 就是1億2,100萬件 呼吸器是1,030萬件 面罩有820萬件 至於保護衣有2,070萬件 整體足夠我們多於6個月的使用 報告到此 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用我同事交給你的麥克風發問 在發問之前 請介紹一下自己代表傳媒機構 第一位 這邊最後的各位女士 TVB 剛才提到有兩宗的輸入個案 都曾經住過紅茶館 想問其實是哪兩宗個案 可否再說一次個個案號碼 跟今次這宗的本地源頭不明個案 有沒有關連呢 會不會循這個方向調查呢 另外剛才提到送小朋友去補習中心的老師都要檢疫 當中涉及多少位呢 其實為何老師都要檢疫呢 因為個案不是只送小朋友去補習中心 還是他們中間跟老師都有接觸呢 我可能講得不清楚 其實那個檢疫酒店 就是最近有一宗的確診個案 是11920 就是一個人容 他是在27號就離開了酒店 那這位 即今天那個11937 就是30號 那間酒店應該是做完消毒之後 他就進去清潔 那他去補習那個應該是一個私人的地方 所以補習老師加上有兩位家長 當時在場的都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下一位 那邊 以一個行背心的老師 你好 香港01 剛才想問回今天那個本地的案子 那個清潔工剛才有說過 他在30號的時候是執過11920那間房間 其實想問一下有多大機會是執訪的時候傳染到那個病毒呢 還有其實他跟那個確診個案是有沒有接觸過的呢 另外就是都想問一下他對上一次的定期檢測是多少 那就是會不會有機會是由那個11920去傳染了那個病毒給他 另外就是都想問一下之前那兩個確診個案的 即是27歲那個機場地勤 之前有說過他跟三宗的輸入個案在機場的採用中心那裡有相遇過 但是想問一下港子他們的相遇的情況是怎樣的 那就是有沒有戴口罩 會不會其實那個面容病毒是誇張到坐在旁邊 有戴口罩都已經傳播到 另外就是之前都列了那個地勤和他的女同事是屬於一個輸入相關的個案 但是其實有專家都說不同的事就說回他們在社區都可能有傳播風險 那我想問一下會不會這樣連續組織入個案其實是為了要有零確診要通關的東西而改的呢 其實會不會這個做法不是那麼好呢 麻煩你 那個清潔工應該這樣說 那個11920就在6月20至27日就在那裡居住的 即是在酒店居住的 但是剛好這個時候這個清潔工就沒有在那裡上班 那他28號去過 但是不是清潔房的 是清潔走廊的一些地方 30號就真的進入這間酒店的那間房去清潔的 那麼在社區我們暫時就是做這麼多檢測 暫時就不是看到說社區有很多L452R的個案傳播著 所以這個關聯是我們唯一找得到 在同一些輸入個案好像有些相關的 那麼當然我們會循著這個方向再看看會不會跟那個個案相關 會不會這個環境是有些污染 而他根本是沒有接觸過這個人 也有機會是感染到呢 或者是污染到呢 那麼這個我們有些同事 還有余教授就是實地在做調查 那麼希望會找到多一些線索 那麼之前那個個案呢 就是地勤那個 那麼他就是在11號的時候 他因為工作 那麼他要坐在那個檢測中心 就是採樣的外面那裏 就需要坐在一個椅子那裏等候的 那麼在等候期間那三位輸入性個案 就曾經在他身邊 但是比較不是說很近的 都有我想一兩米的地方 起碼走過的 那麼這個是我們在CCTV那裏 就捕捉回來的 那麼看到他們真的 是分別地走過去旁邊 但是當時刻呢 就是全部人都有戴口罩的 包括那個個案 還有那三位輸入性個案 都是有戴口罩的 那麼至於為什麼會這麼遠 是不是都會傳到 我們都不是說很理解 不過都知道這個Delta病毒 都是一個非常之高傳染性的 那麼我知道那三位輸入性個案 其中一位都是當日有病症的 是有點咳嗽的 那麼他當時就走過的時候 我們在CCTV就見不到他說 脫口罩或者咳嗽或者其他東西 但是會不會這樣會令到那個病毒 有些傳染性高一些呢 或者各樣呢 我們都不是很肯定 那麼輸入性或者輸入性相關呢 都會看我們主要都是看流行病學 或者是那個基因的分析 如果我們是可以有關聯的話 或者是循住這個方向 找到一些關聯 當然我們就會分裂 究竟是你的輸入性相關 還是本地 或者是本地不明 就跟其他的原因是沒有關係的 我剛才都提過他的先生就應該打了一針 Biontech的 其他人就沒有打針的 下一位 這邊的位 中間那位老師 我們會對方的一針 several English questions from our CHK English News first you mentioned that the local case today she is actually tested negative for the virus and antibody after entering after being admitted to hospital so is there a possibility that she isn't actually infected after all and like what would have caused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er sample was positive but then after she entered hospital no virus can be found and second quest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is local case ends up to be a real case or not in the end it looks like the woman did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virus at the quarantine hotel so was the cleaning done on the 29th not thorough enough and somehow some viruses are still left in the room concerned and the authorities see the need to make improvements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disinfection and the cleaning of rooms where some infected patients stayed are actually done properly and it's as soon as the infected patient actually left the room and third question Dr. Zhuang you warned the public against the risk of the Delta variant saying that we still need to be vigilant at this point in time with authorities also looking at the possibility of reopening the borders and resuming cross-border travels with Macau and the mainland do you see this as an appropriate time to let this measure be carried out thank you I understand our colleagues and Professor Yun and various departments are doing site visits at the hotel at the moment because we found it a bit strange that the patient has been tested positive and repeatedly negative with a negative serology of course there may be explanations such as she said the very early stage after contacting the virus so she's still incubating the virus and so after a few days we may observe a different I mean repeated testing may give you a positive result but there may be other explanations we wonder whether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for example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if the virus is not a live virus contaminated by her and then she's not actually infected but she carried the virus in her nasal pharyngeal pathway especially when she immediately almost immediately take the swab after she cleansed the room so the virus she contacted may not be a live virus but these are all postul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I mean I cannot prove it now so that's why we need some side visits and other investigations by Professor Yun and other colleagues to see whether there's any possibilities to explain of course we may need some time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so and also of course we are concerned whether the case is really linked to 11920 if it did we may have to need to review the procedures of the disinfection and cleansing PPE all the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to try to tighten up all these measures to prevent further I mean future recurrences of course we cannot prove the linkage at the moment at this point so I think the most concerning the risk of Delta I mean if it is really so infectious and transmissible it is really hard to prevent the importation and also the transmission to local community as example in other places even in mainland there are still importations and related cases so I think the best strategy is still vaccination especially if we have a quite effective vaccine at the moment yeah 27th yeah I'm not sure actually what happened so we are still investigating but the room has not been touched by I mean other patients or residents yeah from SCMP so would the CHP prevent how would the CHP prevent potential spread from designated quarantine hotels and would you sugge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 mandatory fascination for hotel workers and do you know how many workers in that Yelma-Tay hotel are fascinated and yeah that's all of course I think because all the workers in designated hotels should vaccinate but whether they should be mandatory is another matter because we sell them mandatory I mean there's no mandatory vaccination in Hong Kong even for students and all other our childhood immunization I do not have the figure on the coverage of the workers vaccinated in that hotel The next one on the3rd Press the 黑色 黑色 or the 3rd Hello 是明報的 先問一下 case details 썬 我想問一下 清潔工 它有沒有所屬的 外判清潔公司 因為酒店那邊 跟我們說 其實他們 外判了出去 工作的 想問一下 它兩個子女 兩間學校 要停課多久 還有那21個需要檢疫的人分別是什麽人 剛才提到House Hall的CC其實都要檢疫 是否計算進去還是另外計算那裏有多少人 紅茶館那邊跟我們說 其實他們是沒有人需要檢疫的 為什麽會有這個決定 還有想問28由9號已經可以消毒那間是哪間公司 你們怎麽理解他們消毒完之後 其實都是好像有些污染或者是感染的情況出現呢 還有如果這個清潔工是在30號那天去清潔 那同日驗出陽性 它是感染而生的陽性的機會是否很微呢 剛才也有提到那個地勤的短暫相遇 我想規格一下剛才說的1至2米的距離 還有這個地勤有沒有戴面罩 如果你們知道這個印度變種病毒 其實傳染性很高 那其實會不會要求那個樣本 就是坐樣那個地方 其實那些員工其實都要戴面罩 或者其他的保護裝備 怎麽去避免這個情況再出現呢 還有都想問最後去了英國那兩母子 他們那個分析是在香港感染 是否有英國感染呢 謝謝你 據我所知這個病人應該是一個外判 他也有份負責清潔這間紅茶館酒店 那間外判公司只有幾位員工 就是天泰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那他跟他一起工作的員工 或者是一些他曾經清潔過的房間 那些人客那些 我們都是需要他們檢疫的 但是如果是紅茶館自己這些人士 那可能跟他們沒有接觸的話 都是做強制檢測的 那21個緊密接觸者都是需要檢疫的 另外還有21個就是一些家人的緊密接觸者 加起來有四十多個 那21個人士就包括一些家人工作地點的人士 因為他工作過幾個地方 還有一些曾經在6月20日去香港仔海東軒 有些親戚 那這些就包括了應該21個人 那另外21個就是一些他家人 就是那3位家人的一些接觸 例如吃飯或者一些緊密接觸者 那些就是一個3天的檢疫令 主要都是希望他們有做檢測 還有自己家人他不是一個個案 那兩間學校我們都是希望他們停止 這兩個學生都是測試了回來 結果是陰性 就是沒什麼可疑 就才開回 都是這個穩陣的原因而已 那些人士不是在檢測中心裏面的 他是在外面的 那他們 就是 據我們看的CCTV或者實地那裡 都是一個比較 坐的地方可能那裡 就是起碼一兩米以外的一個地方走過 那我知道採養中心的人士真的做採養的 是有大面罩 各樣做足那個PPE的 就是我們應該收到國泰通知 後來我們跟英國那邊聯絡 就是知道有兩母子 就是他們在香港移民了 就是去了英國 應該是6月18日就離開了香港 那整家人就去了英國 那他們就需要去了英國之後就留在酒店那裡 那他們在6月16日就做過測試在陰城的 那這兩母子就是家庭主婦和學生 那他們就在香港就住在馬鞍山的海呈軒 那在2月就在那裡住 那他們是去了英國之後 應該是21日就自己做一些測試 就是他們有一些是自己尿那個鼻腔 就是送去測試的 那就是沒有病徵的 就是一個陽性個案 那所以我們都跟英國的衛生當局就是聯絡著 看看它會不會做到一個基因的分析 就是會不會跟我們香港哪些個案會相關 那現在還在等他們的回復 那穩陣起見 我們都將那個馬鞍山、海呈軒 都是住客或者員工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 下一位 我不知道 那個人都在問中 同日感染 同日感染 所以就不太清楚究竟這個情況 是否真的跟… 首先是否真的… 我們因為拿了這些資料再分析 就覺得會不會有關呢 第一樣我們都不太肯定是否真的有關呢 那他唯一一個比較… 我們覺得比較可疑的就是他6月30日的接觸 那會不會有機會是一些環境 他自己污染了自己呢 那是否已經構成了一個發病呢 因為還是接服期的 即各藥這些都可能要再分析的 好 有沒有其他提問 如果沒有今天記者會到此完結了 多謝大家 好 好似暫時沒有個案 不過也要看更晚一點 暫時好像沒有 不過很多時候 那些輸入性個案是遲些才能出 16號 大概另一個想法 那些輸入性格 drought 啦 不開 Hmm reducing the individuelle ao Pris 好